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來自家福會健康上網支護網絡的社工 我是蘇姑娘 我相信看到這條片的同學 相信你們都有留意我們2021年 資訊素養NetDupa短片拍攝大賽 並且有興趣參加我們這個比賽 今天蘇姑娘就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簡單的一些比賽主題 以及有關比賽主題的資訊素養小提示給大家 今年我們的比賽主題有三個 參賽者需要在以下的主題中 三選一去拍攝你們的短片 包括第一,拒絕沉迷上網 第二,拒絕網絡欺凌 第三,神交網友 有關比賽的要求 今年參賽者需要發揮你們的創意 以中文或英文的形式 去製作一條和比賽主題相關 而且是不多於五分鐘的短片 姑娘接下來就會分享一下 三個主題的資訊素養 一些小資訊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或者在你們拍攝的短片裏 你們也可以根據這些小提示 去參考拍攝你們自己的短片 有關於拒絕沉迷上網 其實坊間都有很多迷思的 是否覺得時間長就等於網絡成癮 我打機的時間內 是否代表我遊戲上癮呢 其實答案是不一定的 在2022年1月的時候 遊戲成癮症已經被世衛的組織 納入到國際疾病分類之中 當中也有詳細介紹過遊戲成癮的定義 遊戲成癮裡面會有什麼特徵 以及遊戲成癮對於人體來說 是會有什麼影響的 同學也可以參考一下 當中一些詳細定義 去了解一些 到底什麼叫做沉迷上網呢 那怎樣去評估一下沉迷上網呢 其實我們家福會 健康上網支援網絡的網址裡面 Healthynet.hk裡面 都會有一個青少年上網 成癮的評估工具 同學自己都可以實差一指示 試一下評估工具裡面 到底自己會不會都有這些上網成癮的症狀 或者他也可以反思自己上網的習慣 以及也可以推介這個評估工具 給身邊的親朋戚友 或者同學 讓他們都反思自己上網裡面 會不會有些使用 或者是上網的時間裡面 都要留意一下 我們都很希望 或者很歡迎同學 其實在你們的短片裡面 去分享一些 其實你們平時會有什麼 上網時間管理的小方法呢 你也可以推介給其他人 那第二個主題 就是有關於拒絕網絡欺凌 其實網絡欺凌的定義都很簡單的 一般是只涉及利用電郵 網頁上面一些圖像 或者文字訊息 透過不同的社交 網上的通訊科技平台 以對其他人作出的一些欺凌行為 那詳細一些的網欺凌的認識 其實包括了一些 浴馬 中傷 起底 洗板 武衝他人帳號 公審 以及故意忽視的 其實無論是小朋友 或者成年人 其實都會有機會成為 網絡欺凌的受害者 那我想同學也可以參考一下 不同官方的網址 例如說好像剛才有一個 香港個人資料 私隱專員公署裡面 裡面也有詳細定義了一個 網絡欺凌的定義 以及一些實際的例子 那除此之後 我們也會簡單地 將網絡欺凌分成三個角色 包括受害者 欺凌者 以及旁觀者 那回到三個角色 我們也很希望 可能大家同學 或者可以參考一下 在你們的短片裡面 或者介紹一下 其實三個角色裡面 應對如何去拒絕網絡欺凌 是會有什麼不同的反應呢 或者有什麼不同的方法 是幫到手的呢 例如說受害者 若然不憾發生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治救 欺凌者 也不要輕視網絡欺凌的嚴重性 因為網絡上面的言行 其實也會有機會 是要負上相關的法律責任的 以及旁觀者 都是建議大家 拒絕參與網絡欺凌 謹然慎 因為網絡上面的言語 言行 其實都並不是隱形的 同學者也可以參考 不同的官方網站 以及我們家庫會的 官方網頁 去了解一下 其實不同的角色裡面 是怎樣可以拒絕網絡欺凌 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在到第三個主題 就是有關於 社交網友 其實網絡上面的危機 真的很淋淋種種 包括騙財 性騷擾 性侵犯 拿寮律索等等 網絡上的騙案 其實手法都是層出不窮的 同學也可以參考 警務處 或者放一些新聞 去作出一些例子 或者你都可以說一下 其實網絡上面一些 交友裡面 包括了什麼的危機 例如 我們也是怎樣去保護自己 這下都是一些例子 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例如 定脈網上面的社交界線 當一些陌生的網友 提及到冒犯 會所的行為 都應該是要拒絕回應 也都不要避免去透露 過多的個人資料 那為什麼去做好私隱設定 大家同學也可以在你們的短片裡面 去分享一下 是的 同學的短片裡面 也可以分享一下 如果我真的約網友出來見面 可能會遇上什麼的危機 以及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幫到你們去保護自己的呢 到最後 同學想知道多些有關的資訊 其實都可以上回 我們健康上網支護網絡的網站 要了解多些我們的比賽詳情 或者是找多一些 坊間不同的官方的網站 去拿多些參考資料 以上的一些建議 其實都是給你們拍攝 你們的比賽短片裡面 去作為一個參考 是的 那你們的短片 我們也會很期待 收到你們的作品 是的 多謝你們參加我們的比賽 拜拜